大家好 今儿个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听到一个有趣的段子 跟大家扯吧扯吧 我觉得应该是真家伙 说这个西包子从这个二十大的前后 尤其是二十大之后 有一个在外交层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见了 就是所有的外国的领导人来中国访问 外国的这个重要的政府官员来中国访问 西包子呢 他就两种姿势 一种呢就是让对方呢在对面听 是不是隔得特别特别远 然后你根本就看不清西包子脸上有几个物质 看不清西包子是长什么样 因为当上这么大的领导的人都到了五六十岁了 年轻人很少 都是老花眼了 看不清楚了 完了以后呢都是近视眼看不清楚 要么呢就是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他让别人别的国家的高级政府高级官员排排座 坐在他的两侧是不是 就是坐在旁边坐在小板凳上面 就像我们这些个屌丝是不是坐在小板凳上面 就是认真的把双手就背着是不是 然后呢替习主席做重要的指示 这个东西在土工的外交史上从来就没有过 为什么呢 因为外交外交讲的是双方彼此尊重 外交外交讲的是双方彼此的平等 国家不管大小 你到我的国家来做客 我们就是平等的关系 我们就不应该像一个小小傻比一样的 就坐在下面 背着个双手听你洗嘴 说过去毛泽东时代周恩来 他们那个时代都没这么玩过 毛泽东每次见国家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话 都是中间一个茶几 完了以后呢 这边毛泽东的坐在右边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坐在左边 都是这么来的 完了以后呢 就宾客之间 是吧 完了以后双方交流盛欢 这是基本的套路 为什么呢 这是理解问题 不是什么别的问题 但是习包子二世大霸王宴上宫 搞起来的之后啊 他就把这个规矩就打破了 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个场面 觉得特别惊讶啊 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哎呦呦 这个老左派跑到中国来 像个小傻逼一样的坐在这个观众席上面 听习主席做重要讲话 习主席高高在上 像一个上帝一样的坐在那个上面 哎呦你只能是巴望着他 感觉到习主席光辉形象无比伟大 无比光荣 无比正确 这个事以为是有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嘛 这哪有像一个外交场合 这是你内部的人 比如说你一个省委书记 或者说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首 你过去了你可以你跟老子坐好啊 听习主席说说说说重要指示 他们说香港的特首都不这儿呀 说以前这个林郑月娥去北京做这个数值报告的时候 都是两个人一边一个沙发坐在中间 中间一个茶几是不是都这么干的 说你可想跟林郑月娥讲话都是双方就是坐在一排这么来的 没说让这个特首他特别行政区嘛 你不能够这样子嘛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把人家当二百五当你的小傻叉当你的小跟班了呀 这就这不是说别的啊 就是你连基本的外交礼节都没有了 所以呢这两天美国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官员 沙利文国家安全顾问不是在北京吗 哎呦让他坐在那个观众席上 又让他坐在习主席的这个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包子 哎呦他抽动他的皮鞭啊 那轻轻的抽打我我好舒服 哪有这样做事情的 哪有这样搞外交的呀 那共产党中国他全然没有规矩 我就想起以前清华大学的人建涛老师就说的 说这个红卫兵啊 红小兵这两代人啊 他最大的特点就没规矩 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完全不管不顾的看似牛逼哄哄 其实是纯种二百五 纯种宠货是不是 你不能这样的呀 所以这个话呀 现在北京的这帮这个牛逼哄哄的人呢 就也看不下去了啊 就是你习毛子为什么要让美国的官员 坐在下属的位置呢 人家不是你的下属 人家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人家是美国的国务卿好吧 你开什么国家玩笑是不是 你应该是中间摆一个茶几 是不是 前面摆一个这个什么 吐口水的地方 是吧 以前这个邓小平见人就这么见的呀 中间一个沙发 沙发后面呢 做了两个翻译 一个英文翻译 一个中文翻译 带一个 邓小平带个翻译 人家外国元首带一个翻译 外国领导人带个翻译 中间呢 放了一个茶几 茶几前面 放了一个邓小平的脚前面啊 放了一个吐口水的地方 邓小平说一句话 就往那个 那个谭域里面就 吐一泡口水 搞得这个 人家觉得很恶心啊 哎呀 但是没办法 外交嘛 我那我也 你也天天不跟我在一块 你去吐就吐呗呗 说完了就走人呗 至少他是排排坐的 是不是 哪有这呀 你看中国的礼节叫什么呀 客人来了 是不是 中间客厅里面大户人家啊 中间是一个 这个排位 是不是 或者是一个硬客松 是吧 两边是两个太时宜 哎 震惊伪作 做好 我坐右边 你坐左边 是不是 两个人敲着二郎腿 喝点茶 哎 弹销风声 是不是 头羊头尊头 这样 应该是这样玩的 那习包子这个人呢 那真是 他们现在就在说 为什么要让美国的官员坐在下属的位置呢 难道真的是让人家像个小傻逼一样 替你做重要讲话吗 不带这样子的好不好 说当年这个清朝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英国的元首 英国的使节是不是 跑到中国来非得要人家下跪 是吧 非得要下跪 说我们所有人见到我们的皇上都要下跪的 说我你那是你们的皇上又不是我们的皇上 我凭什么要下跪呢 不行就不下跪 最后就谈了谈了谈 最后就说好吧 那下跪 那西方人有一个礼节怎么下呢 就是单膝跪地 单膝跪地是什么时候说用呢 就是泡溜的时候用 比如说我要向一个女人求婚了 是不是我要跟他约炮了我就单膝下跪 这是一种绅士的风法 它不是下跪 它是一种对你的尊重 最后英国人呢 就说那好吧 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啊 都都最后都河南人都这么干 也不行 一定要下跪 最后就去干脆那好吧 那老子就不见了 就打道回府了 现在的美国人呢 拜登的政府的这帮孙子呀 那真是丢人现眼啊 那真是连自己的尊严都不要了 拜登的民主党的这些政府 绝对是被习包子捏住了 蛋蛋啊 绝对是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事情 被习主席捏住了 动弹不得 尤其是这个拜登啊 他的儿子肯定有天大的事情 被习主席捏住了 窝住了你的软肋 窝住了你的牙签 让你不能动弹 你乖乖的听老子 是个这个这个训话啊 听我做重要指示 最明显的就是 前一届的国务卿蓬佩奥 哇说实话 像一个他妈的人类的领袖一样的 那个杨洁篪看见蓬佩奥 那个腰啊都弯到 这些膝盖下面去了 都没腰是不是 以激进讨好巴基之轮士 后来没过几个月 蓬佩奥就滚蛋了嘛 就来了个布林肯 立马就翻白眼 立马就眼睛长得额头上见了 凭什么呀 你想想凭什么呀 那肯定是 共产党握住了拜登总统的这个软肋呗 握住了他的那个 82岁83岁的蛋蛋呗 你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根本你就是中国的老患嘛 你拿人家的你就手软呗 你吃人家的你嘴短呗 你乖乖的就被人家奴役 被人家羞辱就行了呗 这当然是说美国啊 但是他们说这个习包子 为什么要让美国的官员坐在下属的位置 还跟不远呢 是不是 说是这个现在出现的习包子都是一假包子 不是一真包子 是不是 这个两个人坐在沙发两边 他比较随意 比较自由 说话呢 比较放松 是不是 而且这样讲话的话 你必须要临场发挥 现场发挥 没有不会拿一个小本本冲在念的 但是你坐在那个主席台上面 让人家坐在两边 跟你这么晚 你的桌上是有什么呢 你是有文件的 是不是 你是照着本本念的 他们说这个现在的习包子 出来接见外边 那都是假的 都是替身 真正的习包子没出来 替身呢 就拿着稿子 就练一通 完了以后合个眼 然后就走人了 主要是隐藏他的那个桌上的那个文件 因为如果我们俩排排坐 你桌上有什么 我一眼看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 他不让他看到 我这样做 你坐坐前面 你坐坐两边 你根本看不见我的桌子上放什么东西 就这么一个事情 包子里 也是共产党是杀费苦心 说起来挺搞笑 谢谢